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安利两道菜 日式洋葱炒肉片和味噌包菜炒肉片 这两个菜都不需要任何的技巧 只要你的刀工比较好 你做出来的就会比我的好吃 首先你需要一块猪肉 这块大概是200克左右 因为要做两个菜 没错,我是在一天里把这两个菜都烧好了 我们把它切成薄片 哦,对了,这次的voiceover我准备一条过 所以如果你们听到中间有咯愣的话 也没有办法了 好,我们现在切好了肉片 把它放到两个碗里分成两份 然后我们拿一些姜,还有两片蒜 切成末 然后我们来调个酱汁 首先是一勺酱油 一勺味醂 不对,两勺味醂 还有两勺水 把它搅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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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匀 然后我们来切洋葱 没错,我们现在先做的是洋葱炒肉片 我大概用了半个甜洋葱 切成细丝 或者如果你想要切成碎的话也可以 然后我们热个锅 我用的是椰子油 大概一勺左右 炒洋葱 炒洋葱的话大家需要耐心一点 最好开中火 烫一会儿 洋葱在炒制的过程中呢 它自己会有糖分释出 所以吃起来就会甜甜的 不需要额外的加糖 差不多它有一点焦黄 破绝透明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放到一边 继续炒肉片 我用的是不粘锅 所以我也没有多放油 等到肉片变色呢 你就把两个混一混 然后加入我们调好的酱汁 加入酱汁以后呢 你就让它自己烧一会儿 我这个时候把火开大了 想让它收一下汁 因为这个酱汁其实融到洋葱和肉里都非常的快 收住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适合做盖焦饭的菜 但是呢我那天忘记煮米饭了 之后我煮了米饭拌着吃非常好吃 好那我们第一个菜就这样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做第二个包菜炒肉片 是味噌口味的 首先还是酱汁 两勺味淋 一勺酱油 半勺的芝麻油 一些姜和蒜末 我还加了半勺的海天黄豆酱 这里我忘记加最重要的味噌了 但是后来我又补上 这里把酱汁和肉一起搅拌一下 腌一盐 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来切白菜 那天我在日本超市买到了这样一颗白菜 但其实所有的包菜应该都可以 好我们现在来热锅炒肉片 这里肉片变色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千号的包菜 让它铺得均匀一点 然后我们把锅盖盖上让它焖一会儿 大概一两分钟过去 我还在那里等 这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 我是不是缺少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打开锅盖以后 我闻了闻觉得事情有点不太对 于是我走向了冰箱 因为我忘记放味增了 在调酱汁的时候 这真的太尴尬了 我当时的内心是崩溃的 于是我赶紧放了一大勺的味增进去调味 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假装正定的 我在一直搅拌 这里我们把锅盖盖上 再让白菜焖一会儿 这样它的梗子会更软一点 大概又过了一两分钟 我觉得它差不多了 就是打开锅盖搅拌一下 这个时候我关了火 关了火以后 它还是会咕咕咕咕咕一会儿 这个包菜炒肉片呢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作为便当菜的 一方面是因为它的荤素搭配比较均衡 还有一个是它如果放过夜的话 酱汁会更融入到肉和菜里面 会更浓郁一点 好了 这里就是两道我想推荐给大家的日式家常菜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好玩的话呢 你记得给我点赞 有什么想法 记得给我留言弹幕 如果你尝试了这个菜谱的话呢 你也要记得回来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